马路一片汪洋街道变成黄河 民众拍下社区泡在水里的采矿 脸上写着无奈两个字 中国广西省暴雨成灾 10号上午许多地区接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其中青州市从凌晨起大雨就下不停 截至上午8点最大降雨量逼近300毫米 大街小巷变成水上市场 民众走在路上宛如渡河 根据广西气象官方微博指出 不少地区未来三天降雨仍会持续 恐怕蓝天白雨的好天气没有那么快出现 贵北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起来 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的暴雨 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2号雨水再度遍布全区雨势将会增强 其实早在8号广西南宁就因强降雨影响 发生多起水灾 甚至有幼儿园来不及疏散 超过170名食生受困学校 有个村之类幼儿园现在水正在往里倒灌 救援的人员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 当局紧急出动救援 协助撤离156名学生和17名老师 索性没有传出伤亡意外 全员成功脱困 近新闻王家政蔡琼满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尽好新闻 就像是一扇子 蜡子 似乎 像是二扇子